大家好,我是英子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包子 这个包子的馅是莲子做的 准备两包莲子300克 清洗干净 放入盆中 加入水 然后泡一夜 第二天清洗干净过后 我们选出绿色的 这个绿色是莲子心 是苦的 选出发黑的 是坏的 放入高压锅中 上去压五分钟就好了 放入搅拌机动 我们把它搅拌的这样细的就行 我们倒入一半在锅中 我们来炒红糖味的 中火慢慢炒 不停的搅拌,不着急 这种形状过后 放入70克的红糖 搅拌均匀 放入70克的黄油 搅拌均匀 这样红糖味的莲子馅 我们就做好了 我们把另一半倒入锅中 中火 不着急 就这样慢慢搅拌就行 一定要中火,火太大就容易炒糊 炒焦过后就不好吃了 这种形状过后 我们放入70克的椰子糖 搅拌均匀 然后放入70克的椰子油 搅拌均匀 你看看这个 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细腻 流沙型的 当包入包子过后 这包子馅就是流沙型的 炒好过后 我们放到容器里边 放入冰箱 可以放一个星期 然后我们来做 椰子馅的 我们敲一块的手上 大概50克 就像搓汤儿一样 搓着圆圆的 我们做6个 我们一杯面粉 8克发酵粉 40毫升的开水 搅拌均匀 过后再加入60毫升的 冷水 搅拌均匀 然后把面团揉起来 不用使劲揉 放在案板上 整理好面团 我们分成6份 然后把切口处 这样捏拢就像 就这样捏起来 捏好过后 我们不用翻面 直接都可以擀面皮 擀好面皮过后 面皮我们可以擀得薄薄的 擀好过后 放入馅儿 就像包包子一样 把它包好 包好过后 我们反过来 我们反过来 这样整理好 放入蒸笼里边 蒸8分钟 8分钟过后 放10到15分钟 不着急 15分钟过后 看 白白泡泡的包子 就做好了 好有弹性 再看一看 哇 我们取一个来看看 里面的是什么样的 流沙型的 再尝一尝 这个皮非常有弹性 薄薄的皮 再看看我们椰子味的 这个鲜是牛沙型的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